嗨,又到了羊墨水时间 非常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这一集羊墨水 我们要玩的,啊,就在萤幕上了 这一集要玩的是《恋》与制作人 是前一阵子在网路上打得非常火红的一步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一探究竟 到底这个游戏好玩在哪呢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最神秘的这个页面 对不对,访客登录啦,注册账号,FB登录这些 必须要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因为羊墨水玩游戏非常久了 根据这种卡牌游戏啊 如果你要抽东西啦,跟有几率有关的 非常建议大家先用访客登录 访客登录之后,如果你拿到了一张SSR 或是一张超级厉害的卡 那你再用FB登录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用访客登录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那个角色的话 你就可以打掉重点 这是一个比较作弊的方法 但是也许大家可以使用它 但是因为那个墨水刚刚呢下载这个游戏 然后又解除安装 啊,为什么解除安装 解压缩,它大概花了就是两个小时吧 所以大家也要斟酌一下那个时间 成本够不够 那我们当然现在就先访客登录咯 Let's go 好,结果呢,我刚发现 两个小时后呢,这个安装跟解压缩啊 他还有要更新啊 所以我们再等一下吧 他还有15Mega,16Mega的更新呢 哦,我是个女的 哦,OK,OK 哦,不,他让我选择第一个 哦,我可以回去吗 哦,回顾回顾 哦,不行回顾 啊 他说我要不要签名 我要签撤资 还是不签撤资 哇,那我当然是 哎呀,不签 我不签 我没有取决的权利 还是连最后一期节目不想做 好像只能先签名了 那炸我 那你炸我 选个屁啊 哦 哦 因为 可以选择名字 哦 嗯 这个游戏设计我喜欢 那我当然就是杨墨水咯 我叫做杨墨水 哦,所以我爸爸已经离开了 然后这个安娜姐 可能是我的阿姨这样 这是他们 从小长大在一起的感觉 我的本命 我的一生 我一生的王 周其洛 这搞不懂在想什么呀 周其洛 哦 哦 得到了羁绊的鼓励 得到了羁绊的鼓励 哦,所以我可以召唤他们 就可以鼓励我 然后我就可以大幅的增加 点击继续 我完全不懂 这句话有什么好厉害的 羁绊造语狀号 只能与你相遇 这道理我应该要感动吗 because I'm not 我不会放弃的 既然还有一些希望 我就要抓住 哎,我大概444分 这是个吉利的数字 发布 哎,不会 哦,吓死我 我想说会不会在我的Facebook发布 我会想说我没有绑定 B.S. Entertainment B.S. Entertainment 捷运回去 他是在台北市啊 他是在台北市啊 哦,这不就是洛奇吗 哦,看他这皮皮的一样 哦,齐落 是吗 哦,齐落了 不是洛奇了 哦,他捂住了我的嘴 有配音 什么 他刚说了 噓,不要被别人发现 啊,我为什么没生意 搞什么啊 内影制作人 应该来找我配音的 我可以帮这个女的配音 我只好跟齐落一起蹲了下来 哦,耶 耶,晨曳今天在这地方 大明星离开的契机 哦,他是大明星 哦,对 不吃 他说不吃 嗯 世贸大侠 我也看到大明星 我还在上幼稚园的话 可不可以把最后一包薯片让给你 哦,好可爱啊 竟然有配音啊 我的天哪 哪一包薯片啊 肯定是Dorritos 诶,这样可以吗?可以在影片里面讲这个吗? 哦,可以管他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怎么讲啊? 就是这什么烂的那个话啊? 什么叫你喜欢吃薯片吗?那我干嘛买啊? What the hell? 哦,他问我! Oh, Tim! Well... 那我当然是要说喜欢咯! Joachiro,Joachiro 我喜欢吃这个口味的薯片了! 你喜欢吃这个口味的薯片吗? 好的,我记住了! 好的,我记住了! 那你记住要干嘛? 我露出了微笑! 好的,那基本上呢,这就是第一集 那我大概大家快速介绍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看起来还蛮有趣的 它的画风很漂亮 然后应该就是在讲台湾吧 因为他刚说要坐捷运 但是我也不清楚 那反正主角是个女生 然后你可以跟四个男生 应该是看起来了 是你可以跟四个男生有不同的互动 然后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进展啊什么的 那现在我们只遇到了周其洛 对 然后我现在在第一张最后的节目 哦!它有十张耶! 它只有十张了 所以这个游戏它并不是 就是它是有关卡的 它并不是说你想去哪里去哪里 所以它跟我预期的有点不一样 它不像是之前的那种明星志愿啊 还有什么的就是你可以按什么酒吧 然后咖啡馆 它应该不是 那地图里面有爱心的呢 它就是剧情的 什么事都不用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做一些些事的 那就是电影的 像一之二一之三 这样子 好!那就再请大家继续关注羊慕水 羊慕水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